哥哥 醒一醒 从那个梦魇离开吧 睁开眼睛快看我 不 不可能 真遗憾哪 这么精彩的表演 最后只有你一个人 能够欣赏到结局 不过你们应该很荣幸才对 因为只有你们 才能够知晓这个秘密 是你 怎么会是你 很惊讶对不对 我喜欢你惊讶的表情 我聪明的孩子 我想你已经猜出了许多 但完整的真相 还是只能由我来为你解释 凭你们有限的智商 永远只能猜出一小部分 我非常乐意画上几分钟给你解释 因为没有人知道的成功 实在是太寂寞了 虽然我很快就得忍受寂寞了 每一个坐在王座的生灵 都是寂寞的 这是权力的副作用 没错 举正宗和王将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一个戴着面具 一个没戴面具而已 我是你的老师 也是你哥哥的老师 我只会蒙鬼柱 也只会蛇妻八家 你们太缺乏野心了 如果没有我 你们再过一千年也别想找到神 是我教会你们彼此仇恨彼此战争 你们才会不尽一切代价去寻找神 因为谁都不希望神落在对方手里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戎阁 冯 赫尔祖阁博士 黑天鹅港的唯一负责人 世界上最了解龙的人类 虽然血统上 没法跟你们这些怪物相比 但我像巨龙那样思考 我猜你一定已经从这个人口中 听说了黑天鹅港的故事 对吧 但这个人不知道的是 蒙娜列夫告诉我 在日文的海底 沉睡着万年的古城 和白色龙王的圣骸 那是人类成为龙的唯一机会 但要唤醒圣骸 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就是 另一条古龙的生命 你还记得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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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永远记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让我拥有了一条龙 一条真正的古龙 帮大猎夫说 他没有真正死去 他的箭 藏在遗骸之内 我们毁掉了黑天鹅港 他带走 他带走了真正的精华 包括我制造出来的 最优秀的混血虫 例如你和你哥哥 还有一些冷冻的胚胎 最核心的数据资料 可我没想到 帮大猎夫背叛了我 他在我背后开枪 一个人带走 毕生研究的惊火来 登上了黑天鹅港 在航空炸弹的火焰中 我全身的皮肤 都被烧毁 他起波利亚的寒冷救了我 我被暴风雪掩埋 敲心地活了下来 我辗转前往日本 那时候 我已经听说黑天鹅号 沉默在日本喊鱼了 于是我知道 邦大猎夫 已经提前开始了 复活神的计划 我不能让他抢先成功 实际的工作是我的 在日本我找了戎 把那张烧伤的脸 变成了一张日本人的脸 然后在高田园的海域 找到了邦大猎夫 盖掉了他 在他的遗物里 我找到了一根笔记 一面记载着复活神的全部程式 还有我的研究成果 邦大猎夫想继承我的遗致 他想把我变成他的食物 吃掉我 他就壮大了 但结局是我失掉了他 站在食物里最顶端的人 还是我 我 我找到了邦大猎夫在东京的基地 那里储存着 他从黑天鹅号上取走的古龙胎贤 实验室里 还有进化药的初步产品 我太高兴了 他把所有工作都做好了 被我登上世界的王座做好了铺垫 这样伟大的计划 怎么能不进行到最后呢 我亲爱的战友 邦大猎夫 他未经的工作 就由我来完成 但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并不在那间公寓里 你知道 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吗 我最得意的产品 就是你哥哥 你 还有你们的妹妹 她那时候 还只是个被冷藏保存的胚胎 慧玲依 是我妹妹 是啊 她是你们的妹妹 不过从科学转步来说 你们也不能算是三宿妹 毕竟基因上 和你们同样的胚胎和实验体太多了 包括 她 啊 这样的家庭故事有趣吗 那还有更有趣的事情要不要听 其实你和你哥哥是一模一样的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极恶之鬼 你说什么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极恶之鬼 你的血统很稳定 你从来没觉得奇怪吗 你跟其他的鬼完全不一样 从不出现外观上的变异 你杀人 也不是出于嗜血的目的 而是像着了魔一样 几乎 几乎每个黑天鹅港的孩子 都做过脑桥中断手术 出了一些残死品 这种手术经过我的改进 会制作出双重人格 两个半脑中 各藏着一个人格 通常来说 一边储存着高尚 正义和道德的人格 另一边储存着暴力 自我和受性的人格 切换人格的信号 是一种特殊的帮子上 通过这种技术 我引出了你暴力自我的人格 再对他进行催眠 于是在你哥哥看来 你就变成了疯子和恶鬼 他是个太正义的年轻人啊 虽然他很爱你 却不得不杀你 其实你哥哥自始至终 都在我的控制中 不是你 差点跳出了我的控制 我没想到 你身体里每个小男孩的人格 会那么顽强 竟然是封剑琉璃的人格压不下去的 甚至和封剑琉璃的人格合作 想要杀我 你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还有你那些来自卡塞尔学院的朋友们 所以我不得不设计东京塔的那场戏 在那场戏里 我杀死了自己的一个身份 打消了你哥哥对我的怀疑 也引爆了你们的决战 看你们一边泪流满面 一边回到重想对方 呵呵 就想看一场好戏 你们日本人 真像传说中的那么蠢 直到今天还困在所谓的一粒里 却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只有权与力 是永恒的法则 哦 我忘记了 还有你 这个 我的惊喜 我没想到你会活下来 甚至 甚至 进入了卡塞尔学院 更没想到 你竟然变得这么强大 当时在我的数据看来 你只是一个废物而已 难道是你消失的这二十年中 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实验 让你从一个毫无作用的废物 进化到现在的 能和龙王对战的水平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 你亲爱的塔塞尔学院校长 让你参加这个几乎独头与死亡的行动 却没有告诉你 关于你的任何事情吗 他们到底从哪里发现了你 你又沉睡了多少年 这七年中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强大的暴血 话说的太多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们将有殊荣 目睹世界上最伟大的进化 黄泉古道将在今日贯通 从人类到龙类的道路 终究被我走通了 现在 请允许我介绍我介绍我最完美的造物 虽然你们是那么重要的棋子 可你们加起来 都不如你们的妹妹有价实 但是 跟他比起来 你和你哥哥 都只不过是实验了服务产品而已 就他 小小小小的生命 大家要看 刚才能够 红尾哥 你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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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一起见证这一刻吧 你杀死了石 是的 是我杀了神 因为神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王将 原来我一直高估了你 我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残酷的人 你像龙一样思考问题 所以我才那么畏惧你 怕你怕得要死 可现在我明白了 你是个小人啊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啊 你比是人类 但你自己才是完完全全的人类 贪婪 胆气 卑微 你这种东西 进化成龙又有什么用呢 龙也会比试你这种同类吧 哈哈哈哈 事到如今 你还能做什么 杀了我和哥哥 可你自己也活不下去 你逃不掉的 我的朋友 会追杀你到世界尽头 我们大家都会死 可是最后的最后 我能和哥哥死在一起 可你呢 你活着的时候 是个孤独的小人 死的时候 也会是个孤独的小人 笑吧 我会让你笑不出来的 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 包括哥哥发的消息 我 我很忙 咱们发信息说吧 我挂了 没必要让他看到我这边的样子吧 让我们听一听哥哥在想什么吧 难怪这个要命的关头小姑娘会上线来找我呢 感情这是拥有私人飞机的白富美 要带着我私奔啊 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 陆明泽 你看我还是有靠山的 私人老大和师兄那么厉害 都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这么管事呢 不过这么说 他还真自私啊 眼看着整个城市都毁了 不见他关心哥哥和家族 原来他真的喜欢我啊 那天爱元宪的拥抱不是错觉 他真的那么傻 会喜欢我 看来哥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蠢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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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Zakula Zakula 你没事吧 局面不乐观 进口货 配得上你 现在的情形下 只有靠你和我了 店长 这不是KTV店吗 别蒙我 你难道不会用 你是在等待机会吧 说吧 要我怎么配合你 老板娘说过 你是救世主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但我看得出来 你们是来自某个神秘的组织吧 店长 如果说我们那个组织是座山的话 山中不是只有狮子老虎的 也有兔子 猴子这类不太能打的小动物 Zakula 你太谦虚了 你没有打开自己 老板娘说 你释放自己 就会比把Sala King和佑金更厉害 店长 你别逗我了 你说这话你自己也不信 对不对 我要是真有本事 我就跟你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我真的没那个本事 你当初一眼看中的是师兄和老大 你看得很准 可惜现在留在这里的 不是他们两个 好吧 我知道了 惠丽姨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在那里 抉择的时刻到了 一切就看哥哥的了 不 我只是个普通的家伙 这里离红景区少说也有二十多公里 我赶不过去的 就算赶到了又怎么样 那里是顶级玩家的竞技场 没有卢明泽 我连加入的机会都没有 可我只剩下两次交易了 那之后 我的命就全输给卢明泽了 你想试就试试吧 第一次是师姐 就算她是别人的女朋友 甚至别人的新娘 我也不后悔 第二次交易是为了师兄 他人又帅 武功又好 还那么仗义 他都为我豁出命去 我也能 除了他们 这世界上还有谁值得 花四分这一条命去救呢 小怪兽 我知道她喜欢我 但她只是金花水月 她凭什么喜欢我 她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是以为自己喜欢我吧 因为她年轻幼稚 没看出老大和师兄 把我包装成白马王子 等她长大了 见识多了 就不会喜欢我了 她会醒悟过来 原来当初的白马王子 只是个骑着毛驴的衰仔 女孩不都是这样吗 小时候 她会跟你分享糖果 可有一天 她会长大 会认识高富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